《尋釋》 公民記者張展2020年12月28日 在上海浦東新區法院 被中共當局以所謂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 2月5日 張展法庭受審照片首都被曝光 英國人權活動人士王建宏發出照片 並配文說 她是被強迫綁進法庭的 她坐的輪椅上有一個很寬的袋子 圍到後面記在她腰上 防止她活動 她戴著手銬 張展在庭審時說 這是審判你的法庭 不是審判我的法庭 王建宏表示 庭審僅2個多小時即完結 法庭臨時通知證人不用上庭執政 直接宣判了 張展的代理律師張科科向《蘋果新聞》證實 照片確實是在庭審時所拍 張科科披露 張展目前仍被收押在上海浦東新區開守所 自己上一次見到她是1月13日 而張展的母親自去年庭審時看到女兒的背影後 至今一直無法探監 去年2月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後 張展到武漢實地採訪疫情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武漢醫院、街道、火葬場等視頻 5月中旬張展被拘留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上鏡綜合報導